好久不见 对对对好久不见 你们好不好 母亲节快乐 老师母亲节快乐 谢谢谢谢 祝你们母亲节快乐 那么还有就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一样一样一样 最近天气很热很热 对对 特别特别热 我也清凉一下 对啊今天没有戴帽子 没有今天清凉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热到我连帽子都不肯戴 太热了 太热了 然后要多喝水 喝水也真的 真的 对对对 好那么长话短说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材料 今天是 等一下 让我先做个介绍 欢迎来到 欢迎来到随心所义 这个节目是拉丁马市民众俱乐部主办的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材料 今天是白纸 还有毛笔 还有那个水 还有那个水 还有我们的水彩 铅笔 还有橡皮擦 OK OK Our material for today is Papers White papers Cripper Water Brushes Tencers Eraser Eraser Watercolor set OK 那么今天呢 昨天你们过了母亲节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画母亲节的东西 因为五月其实也算是母亲节的月份 所以你们假如没有 谁没有空在母亲节当天庆祝自己 今天上完了课也去喝杯茶 什么让自己开心开心 OK 和亲爱的家人一起庆祝 整个五月都可以庆祝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那个画画的主题 也是跟母亲节有关 因为我们女性都 大部分女性都很喜欢花 所以我们的母亲节的那个花呢 是什么花 康乃兴 对了 最能够代表母亲节的花是康乃兴 那么好 你们准备好你们的铅笔 那么我现在呢 我就示范 怎么画那个康乃兴 有看过康乃兴的朋友知道说康乃兴它的那个花瓣上面 都好像有一点点那个齿 就是那种好像 它的那个花瓣不是它的那个边不是滑的 就是有一点点好像 我们说小小齿小牙齿这样子的 那么你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我们画的都是比较简易的 所以那些齿你不用去真的去算多少 你不用不用去在乎 就是画一个大概就行了 好 那么你们就用铅笔 然后我就用马克笔 或者圆珠笔画出来 让你们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好 首先呢我们就从那个中间的部分开始 中间数的中间 那么我就开始画这样子的 那么有一些同学就说 要不要跟着一模一样 其实不需要啦 就是说你大概知道说 它是这样子的形状 可能你要算的话也是一排三个小花瓣这样子的 OK so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follow 老师请问 请问老师那个纸 那个纸是放直的 对今天我们是直的 刚才我们跟你们讲 so the alignment for the paper is actually portrait alignment which is the vertical alignment OK就是打直的啦 谢谢 不客气 谢谢伯燕提醒 那么我们就继续画它的那个花瓣 那就这样子一排 那么你会发觉到 我那个它的那个边 它的那些尺大概要画多少啊 大概五到六个尺 小尺就行了 然后旁边的可能大概四个小尺就行了 然后呢 这边呢我就画它的那个花瓣是这样子的 好 就是翻过来这样 那这些呢你可以收进去 这些的线你可以收进去 那这里呢我又画 骨状好像有点像那个 这个牡丹啊 有点点啊 就是它完全开 绽放的时候 完全开的时候就 它的那个形状有点像 牡丹 ok so the if it's in full bloom it looks a bit like peony the shape ok so you can continue doing the like this so the shape is something like so the shape is something like how would I say a bit of a like a butterfly 有点像蝴蝶的形状 有点 就是你想像这里是它的那个翅膀 左边的翅膀 右边的翅膀 中间这样子 然后我就继续画其他的基索 然后我就继续画其他的基索 跟它差不多一样大小 不过可能稍微小一点 因为它在旁边 so over here i'm starting another permation slightly smaller than the one in the center 好的 它的形状也跟这个大同小异 不过这个稍微就是宽一点 因为它是在中间呢 旁边的话都比较那个小一点 再次提醒啊 你们是用铅笔 我是因为要示范 让你们看清楚 所以才用圆柱笔 so a gentle reminder that you are actually using pencil not pen or markers ok I'm using pen is because I want you to see clearer 我给你们大概两分钟呢 先完成这两朵花 现在我们只是先画花瓣 等一下我就把它的那个 芯啊还有叶子啊都画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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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過來一下讓你們看 不過還沒有完成的 就是說還有還有其他幾個 大概是這樣子 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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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分钟我就继续 we have another one more minute and I will continue with the next two steps 话不完不要紧 像我说的啦 就是你们就跟着尽量话 等一下我会拍一张照片 然后发到那个取料那边 I will send to the group chat and you'll be able to have a picture to follow As usual we don't have to finish on the spot You can take your time to finish and send over the photos but they have a picture to let you know 你问了他 cereal 最后三重的 好 稳带 타�典 吃 吃 那我们继续 继续画 那么在这边呢 我就先画这个 就是那个 这边是花瓣嘛 然后这边是它的那个 它的底部 花瓣的底部 这个部分是绿色的 这个花瓣的绿色 是在绿色的绿色 绿色的绿色 然后是绿色的绿色 这边是绿色的绿色 先开始绿色的绿色 然后再画一些绿色的绿色 Avisia is how I beat the mouth. 你们画的比较大的画,你们就画三朵花, 要不的话你们画五朵,我这边是五朵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也是这样画的, 露斗式的部分。 跟你们说一个好像画花的一个重点, 就是通常我们的比较大朵的花, 都是在中间的部分, 或是比较纸的底部的部分。 比较小的花通常都会在上面, 这样它的重心就在下面。 因为假如你的花,小的花你画在下面, 然后大的花画在上面, 就有一种好像压迫感, 就是底下的那些花都好像被压住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画画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 就是四项是这样的。 所以有点要注意到, 所以有点要注意到, 有点要注意到, 有点要注意到, 如果有点要注意到, 或者是在中间的部分。 所以, 你会有很大的, 是在地上的花, 有点要注意到, 所以, 只要有点想要注意到, 那些花花在上面, 有点想要注意到, 有点想要注意到, 这样子来继续规划 它的那个花的摆放位置 小的肯定在上面 这里有四朵花 还画多一朵在这边 或者在这边也可以 看你空位在哪里 比如说我这一幅空位在这里 那么我就画多一朵在这里 这样就五朵康乃精 好像以前有一部电影叫五朵金花 是不是 我妈妈很喜欢的那部电影五朵金花 小时候也是 好像有一个印象看过 有一点点印象 有一点点印象 有时候它的形状是这样子 有点好像怎么讲呢 好像一朵云的形状 不过云也是很多种不同的形状 就是我所说的 至少好像有点 呃 躺着的椭圆形的感觉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 同样的我们也是画一个笔 好那么我的五朵康乃精就画完了 那个花瓣画完 可是它的那个茎和叶子还没有 那么你们就 看一看啊 看要怎么样画的 参考参考一下 老师麻烦你推高一点 谢谢 她现在再调一下 啊 等一下 我拿起来会比较好 看 看得比较清楚了啊 可以 老师啊 她的花瓣啊 没有规定说多少个 多少瓣的是吗 没有说六瓣还是七瓣的是吗 嗯 一般没有规定啦 因为她 就是怎么讲的 她 你看 你看她开了多少 她就 她的花瓣就比较 明显的多少瓣这样子 因为啊 老师讲 你假如是从 上看她的话 她的花瓣其实真的是 很多的 好像一个 好像有点像玫瑰这样子 也是很多花瓣 所以不需要太过执着 对多少瓣的话 所以我们画 可以看我们的那个方向啊 还是什么 怎么样配 所以多少瓣都可以的 是吗 对我们不需要太过纠结 她的那个花瓣是多少啦 不过就是说 她出来的形状大概是这样 就是要不是蝴蝶形 要不就是啊 这种好像有点 躺着的橘圆形 或是啊 那个 云的形状这样子 不过她的那个花瓣的边 肯定是 有小尺这样子啦 OK 谢谢你老师 不客气 因为我们 花是这样子啦 你不同的角度看她又不一样 尤其那些花瓣比较多的 都会呈现不同的样貌了 从不同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说能画的顺就可以了 就是就是她 比如说我们今天 从这个角度看 她是比较像蝴蝶形 或是比较那个 那个躺着的 索圆形的样子就是这样 因为 其实你也能理 想象啊 就是说你有看过 康乃兴的话 你想象 她的那个形状 就大概是这样 当然还没有开完的就 也是有点像那个 怎么讲 蝴蝶形状还是什么啦 不过现在我们画的都是 从这个角度看她啦 那么就是从这个角度 我们看的看耐心就是这样啦 我用英语重复一下 但是现在秦远权 Terry 秦远才对她的问题 这么问 她问应该 the shape of the whole flower is like this so from other directions of course the petals will look more from cross section direction it will be even more complicated so as long as for this one particular one the angle as long as it looks like a bit like butterfly shape or a bit like the cloud shape then more or less it will look like the flower itself and don't forget of course our final shape here this will definitely present a very typical cognition look later we will do the stem and the leaves for few minutes 我就要 就是画它的那个 镜和叶子 老师请问你 你是从中间 那最小的patter画起是吗 啊 啊 刚才我是从这个开始的 这个算是比较大的那个花开始 不是 你start的时候你是不是 画最小的patter才才挖出去 啊 对对对就是这个 我刚才是从这个开始画 ok 谢谢 嗯 对对 刚才 美丰他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又突然间想到 就是说 就如如说这部花 是在这一朵的 比较圆的地方 后面那里的地方 当然它的他的那个 呃 尺寸就看起来比较小 那么你也可以想象说 这个和这个的距离也是有一段的 所以这个可以稍微小一点 但是不可以太过小 就是说刚才我说的小的花在上面 大的花在下面的那个感觉是 很小的那种花 一定要在上面 然后大的 比较大的 明显比较大的花是在下面部分 这样就不会有一个 头重脚轻的感觉 我说两分钟就继续画其他的可以吗 可以好 Can I? Okay another two more minutes I will continue with the stems and the leave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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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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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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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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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所以其实是你们可以自行选择啦 你们要哪一朵花是白和白色和花 那个有颜色的边 或是哪一朵花是几乎整朵都是一个颜色的 我可以自己选 不需要完完全全跟着我 所以我们顾名思义 我们的那个节目叫做随心所义 因为为什么我几乎每一堂课我都要强调呢 因为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新同学加入 所以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不会一定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同样的 大家就基本上我告诉你怎样做 然后接下你们就自行的发挥就可以 所以我们认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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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认识的认识 认识的话 你识认识好 or whichever color goes to where unless of course if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that only need to be specific then I will mention 同样的我把他的那个花瓣 也是勾出来 那个编出来 然后你们就看得到说 他的花的形状是这样 他的花瓣是这样 可以用粉黄 同学们记得 你们用新的颜色的时候 要把之前用的颜色洗掉 你们的毛笔要洗干净 才可以拿第二个颜色 不然的话 你们的花就会有点脏 always take note that before you take a new color you have to wash away the one that you used before I'm painting a light yellow I want to cover the line I want to cover the line I want to use some white space in between the petals I want to cover the line 最后一朵 我看还是用红粉的 同样跟第一朵一样 我也是留白比较多 就踩它的边 谢谢大家 我的花瓣全部踩完了 接下来我就用浅绿色了 同样的你不用担心 你的浅绿色到底是不是 要跟我的完全一样的 只要你有浅绿色 你可以用 假如你没有浅绿色的话 你可以用绿色 和黄色一起调匀了 记得黄色比较多才会比较浅 那么它就有点像黄绿色这样子的 那么假如你要更显一点呢 你就加一点点白就可以了 所以任何的颜色 包括黑色 然后你加白色 肯定会比较浅 OK Any colors As long as you add white to it it will be lighter OK It's just a matter of how light you want it to be OK Right now I will paint the leaves and the stem 你再涂它颜色的时候呢 有一些地方你可以故意留一点白 那么看起来比较生动一点 不会太过死板啊 底部你不用完全踩到弯 就是让它好像轻轻这样带一下 下面这个部分不用踩也行 让它看起来比较生动 灵活 老师啊 这一个花镜啊 不可以用深绿色的哈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粉色吗 所以全部用浅的颜色啦 对对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粉或是浅 当然它的真正的花 它就它的花镜和叶子会比较深一点啊 不过今天我们这整幅画都要比较浅 所以我们就不用照着它原来的颜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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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部分呢是那个字 这个呢我就让你们自己决定 到底是不是要用那个水彩 来勾它的字的边 或者是你们要用马克笔也可以 这个我就让你们自己决定啦 那么我是用那个水彩啦 我是用粉色 for the words, I leave it to you to decide whether you want to use marker or you want to use watercolour for me, I want to use the pink watercolour to outline the words that I have just written just now you can use marker, if you want 然后你是比较喜欢用马克笔的话 你可以用马克笔写那些字 或者把它的字勾出来 因为这样才可能你们已经写了 这个部分我就让你们自己决定啦 自由发挥 打算吗 所以是准备了 我给大家做过的 这样这幅画呢就完成了 你们看一下它的感觉啊 就是很粉色的感觉 老师看不清楚了老师 可以放上面一点吗 老师打横可以吗 打横给我看一遍 打横不是挖了一边 迟的迟的才对 迟的 不用担心我们再调 这样可以了 拍得到吗 拍得到拍得到 等一下 我那个罗杰再调一下 OK 你们要照相也可以照相啊 不过等一下我会再照两张给你们 一张是那个刚才只是画线条的 然后一张就是这幅完成的 我说啊你的屋子小文明的东西白色啊比较粉色的啊 你再把一幅这样的话也是挺适合的 然后然后就是因为我是挺鼓励我的学生啊做完了自己的作品以后呢 把它挂起来 你可以选择啦 拿几幅画你喜欢的画得比较好的 你可以买那种框啊 挂起来 现在的框很便宜了 你在达一搜就可以买两块钱了对不对 而且我们两块多 啊 两块多现在没有两块了 他的 对对对 两块一毛四 哇 伯爷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两块一毛四啊 我现在有多了一毛四啊 好像好像8%呢 现在一毛六是吗 没有啦 大概是一毛四啦 没有啦 现在要看啊 有些很贵的 啊 有些上面贵几毛什么的 对对对对 不过 其实 呃 老实讲啦 一个框也比我们的一包饭还要便宜啊 再点一手 一玩在笑 哈哈哈哈 现在 能够吃到三块钱都已经是很什么的了 很便宜的 哦 没办法 或者是你们可以写自己喜欢的也可以呢 啊 这个我让你们自己决定 啊 要只写英文的也可以 要英文华文都写的也可以啊 要只写华文的也是可以 因为这个是你们自己的作品哦 你要画几颗小小小小的心啊 也可以啊 点缀点缀也可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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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课也上完了啊 我们的节目也上完了啊 我们的节目也上完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 你们不用担心 我一定 啊 那个这个字是说 那个礼拜是没有是吗 没有没有 下个礼拜没有 后个礼拜 啊 后个礼拜才有啊 所以隔一个星期啦啊 你们要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也可以啊 哈哈哈 你们看哎 我画的那条龙可能 还可以再画美一点 那我就下个星期画龙了 然后 啊 对啦 有时候复习复习也是好 哦 老师 老师 你叫我没有买 crayon 你打算要我 哦 已经买了 买了 哦 好 因为我之前 昨天我还想 哎 他们有没有买到 crayon 所以我今天也不敢叫你们 早就买好了 我也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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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买好了 OK 好的 这样的话 你们知道啦 下一堂课就准备Crayon 嗯 呃 对啦 其他都一样啦 水不要准备啊 brush不要准备啊 啊 只是那个Crayon啊 啊 纸啊 铅笔 橡皮擦 嗯 老师可以教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好 教你们 啊 什么 可以教话 碗霞吗 像什么 碗霞 润 若 碗霞 哇 那个真的是高科技哦 哦 你们要 你们要学那个 碗霞 要 OK OK 我们没有一点基本都没有 哈哈 不会不会 那个也有容易的画法啦 大姐 我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 他教我们简单的吗 OK 我我我教你们简单的 这样的话哈 你们就准备多一样东西 黑色马克笔 哦 OK OK 黑色马克笔 呃 先跟你们讲一讲哈 马克笔 不可以 不可以再用了 Oil Best 后用 就是说你们的 Crayon 要先 你们的马克笔 要先画 然后才 用Crayon 才 哦 对 因为假如你用Crayon了以后 你再用马克笔 你的马克笔 全部给他那个Crayon 哦 毒色了 哦 就是因为那个都是Oil的东西 是吗 蛤 是因为马克笔也是Oil的东西 是吗 所以可能会 不是 马克笔不可以在Crayon上面画的 哦 OK 因为你在Crayon上面 肯定行不通的 他的Crayon 会 塞 就是 堵住你的那个马克笔 那个 那个马克笔的墨水就出不来了 哦 啊 记得哈 所以要用马克笔的Crayon的话 一定要先把马克笔画了 还可以用Crayon彩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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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 要带 哎 什么东西 这样 这样的话就 后个星期见哦 好 拜拜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拜拜 好 老师保重哦 哦 谢谢谢谢 我要准备打针了 打感冒针 他没打 我完全好了 对对对 那你在AirCon里面 OK 你们要多喝水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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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哦 QR Co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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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跟他排气的 就是哦 Gary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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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y请问你在吗 Gary请问你在吗 Gary Gary失踪了 失踪了 失踪了 因为要告诉他这个拜日我不可以参加那个 handphone的课程 你刚刚Gary讲 Gary 这个拜日是他最后一天 什么东西 Gary 是看比赛了 哎呦 好可惜 这个你拜日你要课什么啊 哦 有那个handphone的课程 我不可以 不可以就 给你点击absence 没有办法 通知一下啦 通知一下 对了 Gary就会听了 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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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楼高就 好 你没有出他 对了 对了 不不高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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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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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ут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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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